這個掌聲就是我們在肯定我們台灣 熱烈掌聲都是在為台灣加油 四大公投倒數在即一屆震出來 要在公投48小時倒數的最後關頭 呼籲民眾趕快出來投票 在過去十個月 我們政府把萊豬這些議題 邊境的肉品管理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管理的有聲有色 如果一個工程蓋了20年不能夠開始發電 代表什麼 代表任何時刻大家都會擔心 三接的問題 它被珍愛藻礁 珍愛兩者綁架了 政府對一幾月議題 已經做過很糾纏的研究 向政客的方向一直在打招 國家有事情的時候 我們不能看反正 這個行動要騎出來 離開醫院診所 出來關心社會 不僅一屆發聲 公民團體建築師工會也都挺身而出 呼籲民眾投下四個不同意 公公它其實是地層非常不穩定 那這種狀況之下 在這個整個地質的環境之下 在蓋核能發電其實是在兼顧的核能廠 未來還是有可能會有意外發生 也就是說你不禁止外國的食品進口的話 要公平對待的話 我們才有可能跟這十一個國家來談判 加入這個組織 影響的是台灣的經貿未來的佈局 影響的是台灣的能源環保 使然未來將近十多年 甚至影響更深遠的政策制定 公投進入倒數階段 從醫界到學界紛紛震出來 爭取更多民眾認同 投下重要的一票 環宇新聞 張家寶洋紫玉 台北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